手都穿得过去 什么都遮不住 有没有搞错 原本一件完好的休闲风短裤 下水洗不到15分钟 直接变抓狗 破洞短裤 尺寸也放大好几倍 原本腰围尺寸比较小 破洞之后拉起来 就大了两个尺寸 到底是什么NG裤 3SL 直接放照大灯变5SL 余先生说这件裤子是在娃娃机台夹到的 担心顿色用手洗 但重复洗多次 水完全变黑 一拿起来变这款种样 也怀疑这是价值进外援的知名潮牌仿冒品 大概也知道台主不是故意的 他不可能是一件一件去慢慢检查 所以品质上一定会有差 因为其实娃娃机的东西很多都是偷偷减料 自己大概也是心里有数 但是遇到这么夸张的是第一次 开玩笑的说法 还说情趣酷 遇谁就化 有人说烧给祖先用的 民众夹娃娃的机台就在新北市五谷一台杂物机 请场所管理人联络台主 但暂时没有回应 外家主要说你是卖给我虾饰品 卖给我防冒品 甚至说这个有其他人家智慧权权的情形 他都可以提出检举 如何辨别真假 潮牌官网有撇步 以领标来说 字母印刷紧密 较有质感 尺码下方一定留空白 洗标背面有淡淡的水印 可以过滤掉大部分防冒品 这次民众在娃娃机夹到的短裤 便冻冻酷 是不是防冒品还得查验 那要是机台里面真的放假货 恐怕也得面临法律责任 TVB新闻 罗上赵卫贤 新北市报道